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回来Arts Infest 我是Helena,Diva Channel的编辑 我是Bosco,Arts Lifted的创办 上星期主要与大家分享了法国艺术家Pierre Solage的作品成交 这个艺术家在10月底就过世,享年一百零艺术 当中,我们都有提及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艺术家的死亡可否为作品带来这个价值 如果有兴趣,又错过了,可以看看我们的影片 Bosco,今天又准备和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我从事艺术买卖8年 未见过那麽庞大的MDV韩藏品买卖 说的是2022年10月27日收复被纽日拍卖的拍卖专场 里面的作品不是我们常见到所谓一张两张独立的作品 而是,几乎全部都是一整套系列出售的难能可贵作品 在艺术市场里,普遍认为 艺术品之所以出售,通常有四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离婚,所以要出售资产 第二是因为收藏家本身已过世 出现一些资产调动 第三是因为收藏家的资金出现问题 而需要将作品套现 第四是因为灾难性的原因 导致要尽快将收藏品出售 其实我认为应该加回第五点 就是这个实验投资盈利 据我估计,相信不是这个收藏家急于套现 而是一个很有部署的出售 这个收藏家相信亦是一位艺术品投资的高手 愿意长期持有一系列作品 而不分开独立出售 可能我们都认为Andy Warhol的价格已经是高峰 因为下一代对于他的作品 根本是没什么兴趣 在未来需求减少之下,价格相信会逐步下降 Andy Warhol可以说是拍卖行的常客 经常在拍卖行都见到至少几张 有时看看,其实都有少少麻木 譬如这一类经常见到的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价钱都有市有价 如果要去投资,如何突破这个麻木的局面 又或者是如何去断定这件作品,剩不值得收藏 你问得好 分享我其中一个我认为收藏家是高手的例子 原因来自画面中,这张Queen Is the Second 作品没有讲任何来源 但有讲到作品编号 我从作品编号里面追索 你会发现这批作品 其实在2019年4月29日 在苏富被纽约拍卖过 当时作品股价是35万至45万美金 最后连佣金是以40万美金成交 今次作品以150万美金成交 变相升值275% 即短短两年,能够获得如此大的升幅 对于收藏家来说 自然是一个非常振奋的消息 而且这批作品的成交价 亦成为Queen Elizabeth 完整系列最高的成交价 纪录 不过你亦没有想过 画面中,这批马利年梦佬 能够以股价250万至450万美金的情况下 年佣金以337万7500美金成交 这批作品编号135 市场上,我只找到曾经出现的136和137 到底当时收藏家用多少钱 将作品收藏过来呢? 我也很想知道 但应该挺便宜的 同系列完整出售的价格高位 是出现在2022年5月13日 即早几个月之前 当时股价150万至250万美金 最后连佣佣金是498万美金成交 今次成交价格 显示作品贬值32% 不过,与市场走势相近 另一批作品也不可能逃出我的发眼 就是这批金宝汤作品 今次拍卖的是250版内的第48版 股价100万至180万美金 最后年佣佣金是126万美金成交 涂录同样都没有记载这张作品的来源 不过,我知道这批作品 在2017年4月18日 在纽约的Philips 以股价30万至50万美金拍卖 最后年佣佣金是34万6千美金成交 即是说什么? 升值264% 我很少听你赚人赚得这么直白 看作品 这个系列收藏 其实也是艺术投资的策略 对吧? 比起单张单张来看 更加有价值 没错 因为一张一张的话 始终好像你修漫画 修一套系列 你一定要整套才可以有价值 这位收藏家 即是高手中的高高高高手 可以看回市场 即是看得这么准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能够收藏这么庞大系列的作品 来头一定不惹小 因为全部都要赚钱 很希望有机会 可以认识这位收藏家 而且跟他谈一下这个艺术品收藏的心得 祝你好运 可以找到他 然后跟他取经 接着再跟我们分享 今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 关于艺术投资 艺术业华 记得留言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次见